那个女孩呢 她是我妈妈的一个干女儿 从家里面的人 就是觉得这个女孩 会成为我的老婆 但是因为她的出现 打破了家里面呢 就是那种长期以来的想 我也跟我妈妈讲得很清楚 我说我现在有女朋友 跟她是不可能的 这件事情的话 我也跟她讲了 也跟她解释过了 后来呢 后来你怎么一脚 把我踹了跟她在一起了呢 整天开口闭口都跟我谈分手 那我最后的话 我也实在没办法 行啊 那你跟她在一起好了 然后我跟她在一块的话 你也知道的 我就是当时为了故意气你的呀 可能的话 我干妹妹觉得 我某些地方就是 让她感觉到 我是喜欢她的 她把我当成男朋友了 那你们复合了吗 复合了 我自从我跟她和好了以后 她的那个妹妹更疯了 一天跑到我家 在我家那个门上 用红色的笔 我是贱人 还说我抢了她男朋友 甚至天天往我家门口丢死老鼠 一些邻居这样看着 我以为我在外面干了什么事 让人家这么恨我 确实那只是你的妹妹吧 干妹妹 我自己心里面 也是把她当作的妹妹 我们有请干妹 来有请 这往哪儿去啊 你给我放开 你给我放开 这是我男朋友 来来来 姑娘来 不然你到叔叔这边来 来 这个是你的 男朋友 不要脸 他不要脸的 就是你在中间插一杠子 知道吗 我插一杠子 我跟他 我跟他在一起都很好的 就是你 什么东西 说他不喜欢你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他不喜欢你 怎么把你插了 跟我在一起呢 说他是因为气过 过来过来 听不明白吗 90年代的女生 都这么凶猛吗 我今天来是处理 我跟我男朋友 之前吃鸡的 你就不应该来这里 你知道吗 不应该来的是你 行 小燕 不说话啊 能保持一下优雅吗 你向他表白过吗 我们之前有谈恋爱 干妈我们家里人全都支持 我跟他妈妈关系 为什么那么不好啊 你不明白吗 不是你在旁边 说了乱七八糟 你还好意思讲 我们全家人都这么不喜欢 你们他不喜欢 姑娘 人家说他们全家人 说的是对的 哥哥和妹妹嘛 你要进去 你是嫂子呀 谁是嫂子呀 你不是你们全家人吗 我没有嫂子 不就话 小燕 我一直把你当妹妹的 我对你之间的话 没有其他的感觉 你不喜欢我 你为什么跟我谈恋爱呀 也只是说 一直生气 没想到你会 对我就是产生感情 我不是说 故意欺骗你的 你只是他的一个利用道具 你连备胎都算不上 你牛 把你甩了 跟我在一起 说话呀你 别吵了 你对我干妈怎么样啊 生病了 然后让他去看 然后他 你好意思说这些事情 干妈才说了他几句 他甩脸就走 你觉得他爱你吗 爱你的是我你知道吗 他爱你他会那样吗 那不都是你搅活的 他干了什么 他对你干妈做了什么 他过去看他 然后他妈不喜欢他嘛 然后就说了他两句 他你有头就走 为什么他妈不喜欢我 是因为你在他们面前 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 你本来就那样 什么叫我说呢 我们全家都不喜欢 我本来哪样了 你说清楚 我本来哪样了 婆婆啊 要搞不定 日子很难的 算了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他天天在那个 还在网上说 说我什么 小三 我抢了他男朋友 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妈给我相亲 我都感觉 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你也相亲去了 你都相亲了 你还来就谈他干妈呀 说话 听你喜欢你 我不喜欢他 所以我要过来找你 所有的迷恋 都凭借幻觉 一切的理解都包含误解 所有的忠诚都指望报答 一切的牺牲都富有条件 爱情是一根橡皮筋 爱得最深的那个人 最后伤得最重 刚才 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当你对他说 我的母亲也安排了我去相亲 你很坦然的就承认 丝毫都不重视他的感受 而他 当着他的面说 我那时候只是利用你 我根本不爱 于是很从容地走到你身边 爱与不爱是那么的残忍 他虽最强势 但他爱得最深 所以他受伤最重 别看他很没有礼貌 但是他对这份爱 我认为是认真的 你们之间的幸福程度 往往取决于那个爱的少的那一个 比如说 如果你爱这男生 只有五分 他爱你有八分 那么剩下的三分 对于你来说是遗憾 对于他来说就是痛苦 他要问问自己的事 他是不是那么在乎 我出来的那三分 你是否能够回报给他 他不是很在乎 那你们俩或许还可以在一起 但是在我看来 男生有道德问题 跟他相处了十几年 一个女生的一贫一笑 一举一动 你不可能不知道 他心里爱不爱你 如果当你感觉到一个人爱我 我却不能够以同等的回报 去对待他的时候 为什么要去接受 如果从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喜欢你 你就妹妹说清楚 我绝无可能爱上你 就不会发生到今天这一步 我是觉得 所有问题 都是他处理的不好 好的 谢谢 谢谢 我们 geneal 每一年 有时也怀念 当初一体经意改变 让这天空将你我相恋 怀念你